最近实际上上线了一款由虚幻4打造的开放世界游戏 名字叫做New Life 还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牛奶奶爱喝牛奶 呵呵好冷的笑话 游戏简介告诉我们 你在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那么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赚钱谋生 当然这个游戏里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工作 赚了钱就可以买衣服 买车 买房 甚至是买枪 对于这样笼统的介绍 其实苏某人的内心是十分担忧的 因为之前玩过好几款垃圾游戏 都是这样的介绍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款游戏上线才两三天 就狂砍11%的好评 出于好奇心和礼貌 我也查了一下关于这款游戏的好评 但是很明显 这些文字我看不懂 所以最佳方案就是直接进入游戏体验一番 这这这这个就是游戏的进入界面吗 接路的游戏界面 连游戏名称和设置按键都没有 倒是有单人和多人模式 不过经过我测试 多人模式目前来说并没有任何玩家 所以直接进入单人模式体验游戏 这就是虚幻四引擎打造的豪华开放世界吗 主角果然有一副开放世界标准的痞子样 再来看这个游戏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但是游戏马上就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垃圾优化 无论是走路还是转向都能肉眼可见的吊针 并且游戏还没有背景音乐 一上来苏柏人也没干别的 因为不知道能做什么 就顺着地图上标注的点来寻找 但是仔细看看这张地图也不太对劲啊 这明明就是一张保鲜膜上点两个点好吧 地图上面连个建筑物都没有 不过顺着地图我还是找到了一家卖衣服的店 跟店员对话之后 只需要双击选择的衣服就可以直接购买 最开始我没注意导致我连买了N键绿色T恤 别问我为什么要买绿色 而且买完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退出这个界面 几乎把键盘全部按了一遍都毫无反应 我还以为是游戏卡住了 按Escape也没有任何作用 最后才试出来原来是太不见退出 说实话苏柏人内心有点崩溃 这操作真的不是反人类吗 游戏诡异的判定也让我满脸问号 比如街道上有一个小台阶 这个高度按场理来说应该都可以直接走上去 但是主角偏偏像脚底抹了502墙里浇水一样 就你满是什么魔鬼都不乏 还有这边不知道是一家卖什么的店铺 老板也不告诉我 我只想问这位老板你店里是不是家徒四壁 啊不对是连四壁都没有了 老板你店里墙没了呀 老板你老婆跟人跑了 老板苏神更新了 好吧看来他已经彻底失去人类的意识了 游戏里确实可以买房子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光柱进入公寓之中 然后挑选自己喜欢的房间 但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游戏要买房子 野外随便找个速冻睡觉不行吗 游戏的内容号称是打工赚钱谋生 但实际上玩起来相当无聊 至少在游戏目前的这个版本里 你根本不知道赚钱能做什么 好吧之前买了这么多绿色衣服 我们可以穿一件 看看像不像虚幻四版的八迪老师 游戏的地图其实还不小 除了城镇还有海洋 既然有海洋苏某人就想下海 我指的是游泳 但是接下来这一幕我惊呆了 只见我们的八迪老师 直接使出一招铁掌水上飘 用他剑硕的下半身直接踏水前进 妈了个鸡的不知道这究竟是海还是鱼塘啊 水深原来不足一米二 郭小明来了都不会被淹死的好吧 苏某人在海洋上看到了一艘船 想跑过去看一下 但是半路就被空气墙给挡住了 于是只能原路返回 虽然海洋看起来比较沙雕 但是森林看上去其实还是不错的 毕竟地图比较大 可以买一辆车子逛一下 别说这个游戏虽然没什么玩的 但是从这个开车的样子 我能感觉到如果游戏做完了 应该还不错吧 顺着地图里的公路往下走 我们可以遇到一些 给我们提供工作的NPC 比如这一位是让我们送快递 然后我要驱超前进 来到了一片玉米地 玉米地农场主就站在他的房子面前等着我 对就算我撞到他的身上 他也毫发无损 他帮应的身体让主角以为克拉克肯特回来种田了 但巴迪老师也不甘示弱 主角下车也是直接跳出车窗一米开外 好好走下来不行吗 跟农场主一对话才知道 在他这里可以买玉米种子 然后在这边种田 然后再把种出来的玉米卖给他 看他老实憨厚的样子 我真的怀疑他收购这么的玉米能卖得出去吗 并且他的房子还有鬼打墙 不能进去 我实在是不懂在这里设置个空气墙是做什么的 田里的玉米也都是异次元魔法玉米棒 明明都插进车里面了 还能茁壮成长 虽然植物没有碰撞体积 但是旁边围栏倒是帮硬的一匹 这么小的围栏车子撞上去毫发无损 当然车子也毫发无损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这个游戏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撞不坏 于是我怀着好奇心 又开车去撞了一栋废弃房子的门 第一遍 直接把门撞得开始抽洋巅峰 看上去就像里面在闹鬼一样 我还挺开心的 看来这个门是有物理引擎的 于是我再次尝试想撞开它 结果撞着撞着把门给撞复原了 马的智障啊 这是什么吃翔的物理效果呀 我真的已经无言以对了 但就算是这么沙雕的游戏 居然还有开飞机的功能 在游戏的宣传片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架飞机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于是我来到了游戏里的机场 这里有一位大哥 直接在这里出租私人飞机 1200块钱一个小时 你不怕我开走了 直接不回来了吗 于是我选择租了一辆飞机 但是我没看见飞机在哪里 转头一看 原来飞机凭空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想到可以开飞机 我还是很激动的 但上了飞机之后 我彻底懵逼了 这他妈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呀 而且这飞机自动滑下来 卡到树上去了 怎么都开不走 坐上了飞机 你还能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的地面 就是几片树叶子堆起来的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用肉体 把这个飞机推开 What the fuck 算了 我已经习惯这个游戏的物理引擎了 但是你他妈对着螺旋桨 推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最终我不知道 是我在拨推飞机 还是飞机在推我 于是我上网站 查看了一下飞机的操作 原来平时走路 要使用的按键是WASD 怎么一开飞机 就变成了键盘上的 上下左右按钮了 但即使知道了操作 飞机还是无法起飞 可能需要到旁边的跑道上 跑上一节助飞 但是我连左右都无法控制啊 飞机只知道自己往前开 但是问题不大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多尝试一下 这个飞机的操作的 比如现在我要进入飞机 把它开走 咦 这怎么进来了 所以我被卡bug 卡进了仓库里面 这仓库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连主角都消失了 我重启了游戏才看得到主角 于是我就被困在这个 卖飞机大哥的仓库里出不去了 就他妈一强之格 我怎么喊他他都不理我 这究竟是贩卖飞机了 还是贩卖人口的呀 最终 苏某人被永远的困在了这里 游戏售价62元 但是已经烂到 让我失去了所有的人意理直信 你要花62块钱买个火炮去炸粪坑 都不要来玩这款游戏啊 游戏除了反人类的操作 和各种沙雕的bug之外 并没有任何可以玩的 至少目前是这样 那么好吧 这款游戏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